在加吉水上南浸車頭旁邊的鐵路塑車 最近有風聲說要聽到 還可以去在地民眾的關心 今天文化部長 李亦立跟加吉管政府 作為去視察 管頂鼓勢 那就是新港匆林開台 金療所股主修後進行 李亦立要占對鐵路塑車的部分 說會聽最簡單會去了解 那這個建築物本身還有人 在台灣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跟位置 那部長會全力支持 讓這個地方未來可以營運 變成新港地區最重要的 一個人文的聚集點 加吉管最上向南浸車站旁邊的鐵路塑車 團署要聽到的消息 引起加吉管是民宿團體的注意 李亦立表示 還請文化祖先的單位來瞭解 在宿舍旁邊的南城國秀也有 宿舍若是可以保留 對臺灣的歷書有真面目的意義 鐵路塑車進行經過文主審議後 然後判斷沒有保存的計劃 所以台庭才要聽到 不過民宿團體因為 南城當中跟車站應該要做回保存 這裡可以代表南城的登陸在宿 希望相關台灣應該要同時 記者的林肥廷 加吉報道